詞曲 李宗盛 可以不再去感觉 我已经放不清 是悲是喜 再多的温柔 再多的情意 只是一张美丽的面具 是不是能够 能够把一切忘记 让错天锁在我的心底 不再去回忆 不再留恋痴迷 不再留下一丝痕迹 是不是该告诉你 心中唯一的秘密 那没有眼泪 不再留恋痴迷 被狼人群散去 我独自站在风里 总有些去旁迷 总有些去旁迷 师长 师长 我对不起你 这一切都是我早上的 师长 我毁了你 毁了你 我毁了你 毁了你 我毁了你 не毁了你 毁了你 你毁了我毁了 我毁了你 我毁了你 坏了 我 hack 我 forbBooks 我毁了你 如果你還活著 我也沒有連接你 萬一死我 我更活不下去 我更活著 你原諒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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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那麼傻 小妹 你怎麼那麼傻 你以為死了就能解決一切嗎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你以為你死了就一老百老了 這個家已經更不幸的了 現在這個家就靠陰雲在承當了 家你要死了 你叫他怎麼受得了 你不是逼他走上死路嗎 說話說得好啊 救我 你活著 好好的活著 只要我們能夠活下去 總會有波雲見日的一天 救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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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千,你不認識人家。 小姐,我眼睛不認識人家,我又不認識人家。 我爱的这个家鸡犬不明 我爱的这个家家破人亡 因为都是我的罪过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妈 妈 你不要这样子 一这样子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日子该怎么过 该发生的 都发生了 不该发生的 也发生了 我去看你再走路 死了也没名 你不要说这种话 您会长命百岁的 我已经决定了 要留下来陪您 你刚刚说什么 我已经决定留下来 开始学做生意 希望这时候开始不太晚 那你是这么决定 你要知道 一个男人的事业 就跟女人的婚姻一样 要是称重选择 免得将来会后悔的 爸 在我腿伤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从高中开始 我就待在台北念书 做事 十几年来 我们父子之间相处的时间 真的很少 而且我也知道 爸爸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辛辛苦苦闯下来的事业 却没人记得 您不愿意勉强我的兴趣 那种心情 我到现在才体会出来 当你妈生你的时候 因为是难产 医生逼着我签字 到必要的时候准备放弃你 结果 你平安的生下来 当时我的感情 简直没办法形容 我就按自发誓 只要你能够幸福快乐的长大 我绝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 爸 叔叔 已经恢复了 奇迹奇迹奇迹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叔叔 你来的真好 我真有事情要告诉你 哦 刚刚瑞恒告诉我 他打算留下来 要从今天起就改学做生意 哦 现在我把他交给你 你要好好地读到他 最好能够从这个基层做起 是是是 哎呀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你希望做个艺术家 不喜欢做生意人嘛 什么原因使你改变了心意 哎呀 这个也是他一番孝敬啊 哈哈哈哈 哎呀我真是羡慕大哥啊 这次劫烂之后 我们彼此都应该珍惜对方 对不对 是是是是 大哥真是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啊 这个当然也是我值得自豪的事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 大哥 嗯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 想跟你谈谈 哦 是公司方面的事啊 哦 公司方面倒是一切都很顺利 我听见大哥是不是真的要插手 业家债务的问题 哎大哥 千万不能这么做 业佛啊 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心里头一定不很满意 但是 我有我的立场 因为人家叶小姐 救了瑞恒一命 这是千万家财都没有办法买到的 所以我替叶家来处理债务 这全凭我私人之间的关系 哎 可是 大哥你也不能够不顾及到我的面子 不管怎么说 咱们是亲兄弟啊 不错 我们是亲兄弟 这次我出面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的原因 不 这次叶家的大火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人家对我们张家 非常不利 哎 你也相信这些谣言 叶家的大火是我干的 哎呀 你不要这么激动 你想我怎么会对我自己的弟兄不相信 而去轻易相信谣言 但是我认为 儿女的婚事不成 也只是他们没有缘分 希望你心胸放宽一点 不要让别人 认为我们张家不仁不义 投井落石 大哥 你完全不了解啊 你错啦 我是不了解你对叶家 那些恩恩怨怨 但是你可以放心 做大哥的 做事情 有我的原则 啊 我希望你看我的面子 也不要太围来人 大哥 本来我不想伤害到 我们兄弟的感情 不过现在呢 我也不能不说了 你知不知道 瑞兰跟伊云的婚姻 为什么会到这不田地 他们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 那 瑞恒罪清楚了 你让他亲口告诉你 哎 余福啊 好吧 如果大哥实在要坚持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 对大哥 有什么不客气了 爸 爸 对不起 还得你跟叔叔翻脸 瑞恒啊 你老老实实实告诉我 你跟叶语音之间 哎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跟义云 还有曼青 你们之间这种关系 怎么解决啊 你知道 这种事情要掺杂了感情的纠纷 这是非常棘手 叶家的债务要是不尽早解决 准会绝外伸志 好吧 我先打个电话给您律下 好吧 我先打个电话给您律下 我先打个电话给您 姐 他们都准备好了 姐 我们真的已经到了三穹水进的地步 一铃 难关总会过去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家里债务解决 姐相信 我们会重建这个家 会重振爸爸的事业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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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舍不得离开啊 我也舍不得 阿脸 这是谢谢你多年来的辛劳 钱数不多 大小姐 这我不能要 这个月的薪水 我已经拿了 找新的工作 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拿 我心里会难过 这个链子 就给你留作纪念 大小姐 这我不能要 我是个下人 怎么能带这么名贵的东西呢 我妈一直很疼你 她曾经说过 你出嫁的时候 她要送你一份嫁妆 这 就当你的嫁妆吧 阿蕾 大小姐 如果叫来 还要用私契的话 记得 一定要再叫我啊 我不会忘记的 我也希望 还能有这么一天 会的 一定会的 大小姐 您一定要加油啊 把生意做得更大 更好 将来有一天 把那个张玉甫打垮了 替我们老板报仇 你跟我爸爸 这么多年了 这个金表 就送给你 阿蕾 我希望你能够戒掉 赌博的坏习惯 好好存点钱 早点成家 会的 大小姐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 我先来到哪儿去找 像你们这么好的老板 阿蕾 别以为我对你好 你就可以随便骂人哦 你本来就该骂 你也不想想看 叶家一家对我们这么好 现在他们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就像是缩头乌龟似的 躲得远远的 推得干干净净的 你不是说你知道大伙的秘密吗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小姐 为什么不告诉刑警呢 这阿蕾 你不知道了 我怎么说嘛 你只要把你知道的事情 老老实说出来就行了 要不然呢 你就是吹牛 骗人 阿蕾 我 我懒得跟你说啦 没出息的东西 阿蕾 阿蕾 上面 張少爷 往哪去了 老老实说回答我的话 fly 张少爷 求求你 你帮我走吧 我问你 一家晚上天安 vontade时的 announce 没什么 你到底看了什么东西 走 它 你们 Finish 不然讓你滿劑爵養 少爺,擺脫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當時又不在場啊 你不在場 回來 你少在我面前玩花樣 別人不了解你 我對你啊 這是一清二楚 你是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 在業家工廠找人劇毒啊 今天晚上 是不是玩老把戲啦 我 我 人是有耐性的 就要跟我說實話 要不然我對你不客氣 我 你叫他你放手 我說我說嘛 本來我是約好朋友 在工廠裡面賭錢的 可是老晚一直不走啊 我就趕緊攔住那朋友 要他們回去 我在那兒等黑皮來 這個時候就看到你父親 自己開車來了 那間工廠 除了夜市商我爸爸和你之外 還有誰 還有一個警衛 他巡邏之後 就去吃宵夜了 不過你父親來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條人影 翻牆進去 不知道是誰 一條人 因為當時太暗了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 不過那個人呢 好像是跟你父親一塊來的 你父親從大門口進去 他又翻牆了 哦 大火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當時我看到我老闆 跟你父親在打架呀 我就嚇了一跳就趕快跑啊 張大少爺 我絕對不會撒謊的 他們打架 是啊 不過 張大少爺 這件事情 前往別說出去啊 說出去我會沒命的 是不是有人威脅你 大少爺 你怎麼知道 老實地告訴我 什麼人威脅你 是一群流氓 我也不認識他們了 怎麼傻子 您 您就放我一馬吧 我還要我這條小命呢 老爸 永遠不要讓我看到人 是 嘴巴給我緊一點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是 您放心好了 我絕對不會說出去 我可以發誓 走吧 難道真的是爸爸乾的 難道真的是爸爸乾的 沒有 還好 我們都要看到 你 有事要找你 您就是葉亞姐吧 是的 李姓林 请指甲 哦 原来是林律师 请坐 谢谢 叶小姐 过几天就要开在权人会议了 这是我跟张老师研究好的谈判细节 请您过目一下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还可以修正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只是债权人同意吗 有张老师先生担保 应该没有问题的 林律师 那一切就拜托你了 不用客气 我跟张教育渊源很深 我曾经受过张老师先生提醒 跟瑞恒呢 我们也是同学 既然是他们父子委 所办这件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哦 你跟瑞恒是同学 我们是大学同学 虽然不同系 但常来往 瑞恒人很不错 他很有才华的 叶小姐 有事常跟我联系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我真受不了 我真受不了 碧妈 我们家以前什么时候签过人家钱 怎么会绕到今天这种地步 我跟瑞恒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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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玲 姐 我们正在求那些债助 饶饶我们了 一玲 我们开债群人会议 是表示我们负责的态度 并不是求他们 如果能够顺利解决 我们家就有希望了 希望 希望 我都快要疯掉 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一玲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 你不要管我 我要出去走一走 我心里好闷啊 哎呀 一玲啊 一玲 一玲 让她去吧 这种打击 也难怪她 你 你走开 我叫你走开 你听见没有 走开啊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 我跟你有仇啊 是你们家 是你爸爸 是你爸爸 害死我爸爸 烧了我们家的工厂 看我们家 变成今天这种地步 不是他是谁 他是凶手 有一天 我一定会把这位方杀死 真是长不大的孩子 怎么说这种话呢 你还敢笑我 你跟你爸爸一样坏 一样坏 你放开我 你放手 你这个大坏蛋 你看 你怎么想存了 就到了 你越来越可救 你灵魂 你不好意思 你们 monopoly 来 去 "' 你爸爸,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 好 董事长,人家打烊了 我送您回去了 再拿瓶酒來 董事長,喝酒嘛 應該是高興的事 可是您這樣喝的話 太對不起自己身體了 我知道我這樣說您會不高興 可是我非說不可 我是關心你們 從來沒那麼厚 一輩子也沒那麼窩囊過 我現在才明白 他還是比我強 他的影響力還是那麼大 他是張識企業真正的主 退休了那麼久了 不管是金融機構還是地方人士 通通都買他的賬 只要他開稿 我想攔都攔不住 您的心情我了解 可是您有沒有想過 這件事情真正嚴重的 應該是他的後遺症 什麼後遺症 你剛才說的什麼意思嗎 我不敢說 也不要破破媽媽媽 你說嘛 那我就直說了 葉家跟張家之間的恩恩怨怨 已經是人盡皆知了 再加上關於那把大火的謠言 董事長 這些話 比刀劍還要傷人 如果這個時候由張家出面 替葉家解決債務的話 我怕人家會懷疑 懷疑那個謠言是真的 說張家是做賊心虛 欲蓋迷彰 那你看 有什麼辦法來阻止呢 辦法是有 我 意外啊 爸 可是這個地方控上你啊 我想 我們父子教導的人 應該好好的喝一杯啊 對 要喝一杯 嘿 沒酒啊 誒 當事 弄瓶酒去 董事長 不能再喝了 誒 你少跟我囉嗦 在我跟我爸爸面前 我叫你幹什麼 你叫做幹什麼啊 去啊 你也弄清楚點 她是我花錢顧客 她只聽我的指示 你要是擺派頭的話 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嗎 哼 照他們看來 我在您心目中是連她都不如了 這小子是厲害 會拍馬屁 公於心急 爸 這小子一肚子壞水 你得小心點 我要用什麼人呢 輪不到你講話的份 哼 你這麼顧著她 這麼信任她 是不是她幫你做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什麼事情 哼 我是說 我是說 那天晚上 是不是她跟你一起到葉家工廠 偷偷爬上進去的是她對不對 那件事情 也是她幹的對不對 我沒有想到 我養你這麼個好兒子 為了一個女人 為了一個不愛你的女人 居然能夠說你親生父親 殺人放火 我不是說你 我是說 你說什麼 你肯定到警察局去告我 大義滅天 報紙都會表揚你 爸 你誤會了嗎 我誤會什麼 我養條狗都會對我忠心耿耿 你呀 連條狗都不如 我知道 我在你心目中連條狗都不如 全世界人在您心目中啊 也是一文不值 因為呀 你心中根本就沒有愛嘛 你不要再說了啊 再多說一句 我就拔了你的皮 怎麼 怕我說出真話是不是 爸 你憑良心說 你這輩子你愛過媽沒有 你愛過我跟瑞來沒有 哼 也許在你心目中啊 你曾經愛過 愛過一個女人 但絕不會是媽 你 我如果猜得不錯的話 是葉怡雲她媽 對不對 因為你得不到她 所以你要毀了她 你 董事長 我送你回去吧 大大爺 我先走了 江主任 我警告你啊 如果這件事情 我查出來是你幹的話 我絕對饒不了你 我絕對饒不了你 大少爺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不應該懷疑你的父親 這個話要是傳出去的話 對你父親 對你們張家 會非常不利 有數不足 你三十四個錢 你不相信我 我說妳可以快點 我告一拉 可是你這兩個公司 不相信我 你已經沒有錢 你我還去哪個家 你沒有在家 是誰叫你給我的? 是他 咦,怎麼不見了? 咦,小朋友,小朋友 葉小姐,我知道關於大火的秘密 極定尊生死之謎 若一知真相,請於今日下午三時 自西邊舊木材廠相見 我是冒了極大的危險,暗中通知你 為了你我的安全 請勿告訴任何人,單獨前來 否則,我決不現身 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會是真的嗎? 寫這封信的人,到底是誰? 我去告訴媽 先不要讓媽知道 我不想讓她再受刺激 那,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按照信上所說的時間跟地點去看看 也許能夠查到什麼線索 或知道什麼真相 姐,不可以啊,你千萬不能去 那太危險了,你不能去了 不,我要去 不管有多危險,我一定要去 爸爸生死下落不明 只要有一線希望,我絕不放棄 好,我去找她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有人在吗 我是月异云 快点不要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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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锅了 这一招果然有效 嗯 先把它放开 等门多守 是 对 叶大小姐 对不起 得罪你 你们为什么要加持我 是谁支持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张玉福 我们并没有加持你 我们只是请你到这来和你商量一件事 用这种方式商量 赶快放我走 我已经报了警 报警 你以为我们弟兄是个下大的 你一说报警我们就怕了 啊 哼 我告诉你 叶大小姐 这个地方 哎 警察可是管不到的 再说 我们弟兄 讨债也不犯法 我妈 考债 我也没有欠你们钱 是啊 我只是代表一部分的债权人 有人叫我转化给你 你们叶家欠的钱 该由你们叶家自己全权负责 由张玉才出面的债权人会议 所有的债权人是一定拿不到全部的钱 所以 我告诉你 这个债权人会议 是一定不能开 你是代表哪个债权人 这个 就没有必要告诉你 我只是告诉你 取消债权人会议 现在 你就打个电话给张玉才 告诉我 叶家要自己来解决债务问题 嗯 如果你不肯听我们的话 你可要吃些骨头 叶小姐 看不出来 你的骨头它挺硬的嘛 好的 大哥 是不是要让这美丽的小姐 开开眼睛 见识一笑 那给她看看 是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们不要乱来啊 叶大小姐 你要乖一点 乖乖的 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啊 嘿嘿 嘿嘿嘿嘿嘿哈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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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蛇很毒的 你可能没看过吧 要是被它咬到一口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拜托你 把他拿开啊 可以啊 可是 你要乖乖地听我们的话 现在 还打不打这个电话 喂 张大哥 我是依林 姐姐口妈出事了 什么 她一个人去的 这怎么可以呢 这太危险了 就是啊 我也这么劝她 可是她想知道爸爸的下落 她说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可是一个多钟头了 还没有消息 我怕她出事了 你说在哪里 西边的旧木材厂 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现在马上去找她 是你呀 干嘛喇叭声哀那么大声啊 怕你听不见啊 怎么样 到哪去 再把我送你啊 我要去找姐姐 怎么 不愿意送了 什么话 这屋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什么 好吧 就给你一个荣幸 讲话中 打了这么久了还讲话中啊 我告诉你 你可不要耍花样 耍花样的话 她可不换过你哦 我告诉你 你可不要耍花样 耍花样的话 她可不换过你哦 她可不换过你哦 嗯 大哥 电话打不通怎么办 打到通为止 反正有的是时间嘛 叶大小姐 这个地方 可是很隐秘的 谁也找不到 除非 你不想回去 要不然 大哥 我看 今晚在这里过夜算了 难得有这么漂亮的小姐陪着吗 哈哈 别急别急 我们大哥说了 有的是时间 既然有的是时间吧 嘿嘿嘿嘿 你,你不要亂来啊 我当你打电话就是了嘛 阿派 他这个样子 我没办法交代啊 大哥 这么漂亮的妞 你不动心啊 她是千金小姐 叶家在地方上 是大大有名的人家 这种人死要面子 她还是被我们给玩了 我保证她回去绝对不敢讲 要不然她以后怎么办 谁敢要她 阿派啊 真看不出来你是小姐姐 小桃啊 你,你,你把,你把绳拿开啊 我答应听你们的话就是了吗 答应听我们的话吗 只要你不伤害我 只要你不伤害我 我答应跟你们合作 这才乖 大哥 你有,你有招啊 好 好 阿派,你拿尸个干 快过来帮忙啊 好好好 阿派 怎么说 哎呀,这么紧张 你们要紧了 真没出息 先跑啊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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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赶逃,你找死 我給你一刀子,看起來敢不敢跑 幹什麼 維荷 我們快走 快 快走 維荷,你沒事吧 沒事吧 是不是可以 可以不再去感覺 我已經放不清是被實行 再多的溫柔 再多的情意 只是一張美麗的面具 是不是能夠 能夠把一切忘記 讓昨天鎖在我的心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歹徒為何要加持葉怡雲 阻止債權人會議的召開 是誰指使他們這樣做 明天的債權人會議 關係著葉家母女的生死存亡 能夠如期召開嗎 張玉才真能替葉家解決債務嗎 各位觀眾 明天紫色的夢 將有新的情節發展 請何苦繼續收看 紫色的夢 每當人群散去 我獨自站在風裡 總有些許攀疑